大街上一輛亮黃色千萬超跑被警方攔了下來 駕駛下車卻渾身酒氣還不停向警 請警方趕快完成告發的手續 他要趕到下一個行程 那當然是說他還有其他的車輛 原來當時這名超跑駕駛違規左轉 被袁警攔了下來 發現他疑似喝酒 卻發現他駕照早就已經被吊銷了 而且他還拒絕酒測 反而告訴袁警 要拖車就拖吧 他家裡還有很多輛 在盤查還有詢問生活的過程當中 也授絕到駕駛人有9位 然後我們準備10時9車 那當時那個駕駛人那是採劇車 不停催促 趕著要離開現場 千萬超跑就算脫掉 他都很淡定 就是要趕著往下一團去 超跑高速奔駛低沉引擎聲 讓不少駕駛不眩神秘 這一輛意大利品牌超跑 加速100公尺只要3.2秒 市價超過1500萬元 但超跑主人到底什麼來頭 警方調查當時開車的是一名60歲的男子 戶籍在台北市 經營一家五金公司 之前也有過9架被抓的紀錄 但超跑可不是他的 而是租來的 只是算一算 就算是長租型 千萬超跑一定行情 約45000元 一個月也要花上上百萬元 儘管駕駛在單定面對 但拒絕酒車這9萬元 闖紅燈2700 無罩駕駛6000元 總共三張罰單 這十多萬 男子還是要先試下來 這次是廣睿 太多萬了